街道是都市的灵魂 是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 更代表城市形象与内力能量 创新科技逐渐为街道的面貌与功能带来改变 改善了市民日常生活环境 强化了行动、居住、安全及心灵层面的应用 充分享受智慧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生活 资测会积极推动智慧街道应用 主动接触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 聚焦打造友善城市环境 开发工艺用途之视障者语音报位服务 弥补友善城市服务缺口 结合iBeacon为定位技术 及iOS VoiceOver系统功能 透过示范场域进一步发展 人性科技资讯产品 同时也借由科技辅具之报位与导航功能 提升市长者型的安全性与自主性 为市长者打造一个户外的友善街道 我是台湾大学博调文学博士 中央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现任台湾数位有声书学会理事长 学会的例会中指 是推展这些友善书 我们提供盲用电脑教学 心理辅导 生活关怀 及无障碍网络的推广 和设施的服务 感谢官方和各位厂商 提供给市长者最方便行走的一个街道 让他们能够无障碍的用手机感应他们的机器 暴读出他的所在地 那么让这个友善的一个街道 智慧的一个城市 能够实现在中华民国 我仅代表全国的市长者 向各方致最深的谢意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智慧街道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叫Ibecome的东西来提供商业服务 那我们也希望它也同时能够服务麻人 让手机侦测到麻人的位置以后呢像现在这样 你开会你使用前方式随关左前方示范公式 好那用这种方式的话 手机就会像麻人的好朋友一样 不断高知麻人说你在哪里周围有什么 甚至带他认知周围的翻译 所以原本黑暗的街道就变成有维光的存在 好那这也是维光计划进行的一年多到现在 第一次能在街道上实际测试 过去都在麻人庭建院中室内做测试 这是第一次户外城市 那我们也是维光计划最后的愿意 是因为过去所有的导盲设施 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去维持 那我们希望因为借由智慧街道智慧城市的存在 它可以自己创造利润来自己支持自己 而不必再去依赖外界的经费 这是维光计划的核心 我们在外面行走其实最怕的就是 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 或者是我们已经到了哪里了 那打手仗只能够探测周围的环境的变化 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用了这个beacon定位之后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假设我现在在行走的时候呢 我可以知道我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那而且它报的资讯呢 甚至可以告诉我周遭环境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可能往前多远的距离呢 可能到了什么目标 或者是到了什么一个该转弯的地方 或者是甚至是箱子的提示等等 有了这个beacon之后 当然我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心理上当然就会感觉更踏实 因为仿佛是有一个人随时在告诉我 这个周遭环境的变化 或者是路况的一个情况 对过马路因为对我们定向行动来讲 其实过马路其实相较于一周 骑游人行到这个其实是比较有危险性 那有一些路口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Bacon的资讯里面呢 可以提示我们这个马路的情况 或者是甚至它可以提醒我们说 这个路口的秒数很短 请我们要留意等等这样一个资讯 只要它有提供这些适当的资讯的话 那我们在过马路之前 我们就可以做好心理准备 那采取必要一个措施 我在坐公车以这边来讲 我除了学会楼下大门之后是向右边行走 那大概走了一段距离之后呢 我必须左转过一个十字路口 再左转等于是一个U字行到这个公车厅的地方 那我目前遇到比较让我在行走上造成困扰就是 当我快到达十字路口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汽车的声音太大 甚至说两边可能也在回转动作 又甚至于比如说在下大雨的时候 这些的干扰因素会让我没有办法知道说 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该向左边转弯这样子 寻找只能用一个粗略的定位点 找到我要坐公车的站牌 但是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不晓得我的站牌在哪里 我只知道那边有一个公车凉亭 那我的大目标就是找到凉亭 然后就在凉亭那边等车 那使用了Ibeacon之后呢 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它提供了这个路线的一些基本资料 尤其是它可以告诉我 大概还剩多少的公尺 我可以到达我要转弯的这个点 这个是我一个对距离概念资讯 提供这个最大的帮助的地方 而不会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是不是该进行转弯的动作 我还是不会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